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曲盘好时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锦昭 我是王烧 我今天听这个张庆芳老师的歌 其实我们小时候其实有很多 应该也是在我们当学生的那个年代 嗯 从他早期啊 从激情过后出来 然后一直到我们刚有放这个 不想你也难啊 这些歌曲 都是在我们自己当学生年代里面 非常经典 对啊 像什么玩年轻啊 对啊对啊对啊 这个都很经典的歌曲 你说这个天天年轻啊 正在看这样专辑的封面啊 天天年轻是以前还录这个 放在广告上面用对不对 对没错 牙膏 牙膏 哈哈哈 青春之街州香气 对对对 那其实他的专辑有 他的专辑从历年来每一张 我觉得都是一个经典啊 那你你像91年啊 他还有一首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加州阳光啊 California 对 92年的认真的眼睛啊 还有这个光芒啊 那93年的这个左右 那左右这张专辑也因为这样子 这张专辑让他得到了第六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能奖 嗯 对那像大雨的夜里啊 在大雨的夜里啊 哎你会唱哎 天啊 哎我是他 我是他的忠实的这个粉丝好不好 你是铁粉啊 对 所以他的专辑我基本上 我们的人物是哪一个你不是铁粉的啦 你的口袋这么深 我博爱好不好 我就是博爱 每个都是最爱 对 那1996年的纯粹这张专辑又又挂了这个第八届的这个金曲奖 哇哦 那他又踩了金 那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啦 那在这个95年啊 他这个大雨的夜里有没有 嗯 他也拿到了这个1996年金曲奖舞榜的这个年度国语专辑总排行榜冠军 哇年度很一整年的这个记录也还是冠军这样 是那像他在90年办的这个大型售票演唱会有没有 真心可以永远啦 他这个所得都捐给这个公益团体 嗯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他他其实也非常的有爱心啦 嗯嗯 那他在唱这个台语老歌也非常的经典 对 对 对 不管是他翻唱这个台湾早期的一些歌谣 嗯哦 比如说《琴瑶瘦》啊 嗯啊是什么《红红的高雄》 他他其实都唱的非常的好 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像他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没人实在》 哦 唱一的没人实在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经典啊 对不对 那我觉得他后来还有转型耶 他转型去当这个主持人 而且他还有一开始他是先去电台 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 一点到两点 对他去访问了各行各业的人 啊他后来才 那怎么会在深夜时段播出呢 这不是跟我的想法有点像吗 我跟你讲哦 他本来就是一个像那时候这个我有一个老师叫陈正川老师 我知道 他那时候又回忆说啊 就是他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啊 半夜两三点 传了一大堆简讯 对 最后一段你知道是回什么吗 我对于你这个回回讯许的速度太慢 我很不高兴 陈正川老师他回忆的说 哎不然没有两三点 大家也在睡 哈哈哈哈 是不是回你啊 对啊 当然这个是他们好朋友之间都会有这个 对一个一个就是 就是有时候大家在聊的时候就会讲这样子 那有趣啊 像美玲老师一个这个 他的造型师啊也跟他很好嘛 那这个造型师之前 呃也有回忆说 他就是一个很好设计的 就是说啊我要怎么给你做造型啊 对 就算失败了 嗯他也会说哇这个造型好好看哦 对啊这样子 他自己也有回忆 我觉得而且他们很多人的共同回忆都是说 嗯他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 啊很温暖的大姐姐的个性 对他是一个天后级的 对他就是很害怕 很会就是很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 啊那当然在他人生也有一些故事 就是说啊他啊比如说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嗯他也就结婚了嘛 对啊嫁给了这个送学人 对那他也自己有回忆说 他第一次啊去认识送学人的时候 他也是用那种落荒而逃的这个名词 来形容那一天 为什么用到落荒而逃的四字 没有啊一个小瓜一个用金融的啊 哦 不同行业根本没办法搭的上啊对 可是我觉得原份就是这样子啊 后来就是有好几次都不起而遇 对那慢慢的就走在一起这样 那张青芳他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比较即兴的 嗯 比如说哦像陈正川老师说的啊 哎他们两个人一起去看一个包包 对啊张青芳就说哎我觉得你戴这个包很好 好就买了 就买了 或者是你不经意讲说哦我觉得这个包好好看哦 嗯 哎隔天他就买了 他就买给他了 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对朋友很好很软心的人 嗯 那他对自己的爱情 我觉得他也是很勇于追求 嗯 他就直接跟宋先生说 嗯 就他认为他可以做一个好太太嗯 啊他也就放下一切 嗯 就去到了香港 去那边就很快啊 就一月结婚三月就怀孕 也换了一个人生跑道 对所以他自己回忆说 他以前是要被人家包围着对 因为很多人都要包围着他 都要为他做对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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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了以后他变成 他要去包围着小孩 哈哈哈 要去侍奉着 啊这个老公啊 早上六七点就要起来 宽早餐 啊啊啊 所以他其实都 其实身份在转换之中也有很多需要重新调整 对所以常常有很多人就会说 啊啊你突然从台湾要嫁去到香港 嗯嗯嗯你会觉得就是 或是人生地不熟什麼的 很不習慣 他說不會啦 反正香港那邊好朋友都在等待他了 都在等他了 依然這麼樂觀 對 他其實很樂觀 那當然他後續 他還有開演唱會 像他之前開演唱會 他跟他老公報備 而且他說 那個報備的時間點要抓好 不然 心情不好 你接著他說一定打成的 一定要找一個適當的點跟他談 彈完了才會過關 那過關了以後 他後來在他25週年演唱會上 他也邀請了陳振川老師 還有他的音樂總監是李宗盛大哥 李宗盛大哥也跟他講說 他不做第二次 那是他的第一個音樂總監 我覺得他是一個 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視很尊重的一個人 你看你要報這個 要舉辦音樂會也好 都還要跟老公去商量 不是告知 是討論 所以當張青芳老師的作品 歷年來被大家尊稱為東方不敗 真的是有他的獨特的道理在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一首歌曲 要放哪一首歌 你喜歡我的歌嗎 好 這個不知道他的辨識度如何 我們就交給聽眾朋友們 來試試看 來我們第三段的這個音樂 我們來選張青芳老師非常好聽的一首 你喜歡我的歌嗎 來送給大家 那麼今天節目的最後呢 相關的節目內容訊息呢 請上城市廣播網來搜尋 也可以透過IG APP YOUTUBE PODCAST等連結來重聽 另外聽眾朋友們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到木歌音樂工作室 以及曲盤聽講文化工作室的臉書粉絲 專員來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另外聽眾大家 finds П� not Ja 它們找出ٍ adventures 咱們來到西уска 未來 咱們抱抱 不不不不不 不把 什麼事 筋線 勞理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我想你一定看不出来 有时候我也有点 有点懒惰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当然大部分的世界里 我还是很认真 认真地唱歌 你觉得叫人说话 有点困难 你为了生活支付多少事故 你应该相信 还是有人会真心待遇 我将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认识以后 你喜欢我的歌吗 我的歌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我想你一定看不出来 有时候外面有点 有点懒惰 你喜欢我的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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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歌 这里的歌 有没有你的心情 心情上这次花了许多许多 我期待在某一天 在某一天与某人相同 你在等待什么 你还是那么爱叹气 气象报告 说明天天气会不错 给我电话 今时我们早该出去走走 你喜欢我的歌 你喜欢我的歌吗 去盘好时光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愿与你回首细数 收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